- 大家好,在2024年1月28日的大阪国际女子马拉松上 日本27岁的马拉松选手前天睡男 以两场的18分59秒刷新的成风19年的日本纪录 并打破了亚洲记录 为日本停滞多年的女子马拉松即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 意义非常重大 而今天影片就会为大家讲解2024年的大阪国际女子马拉松 以及介绍一下前天睡男 2024年的大阪国际女子马拉松上 聚集了日本国内中斗好手参赛 如松田瑞森、佐藤招以嘉 及今天的主角前天睡男 还请拿来日本女子马拉松立代第二位的新国原美担任配书员 前天虽然在去年的巴黎阿英NGC选拔赛上司令 未能获得直接参加奥运的资格 而这次参赛的目标 无疑是突破2小时21分41秒的奥运参赛标准 并成为最快完赛的日本选手 比赛在中午12点15分出发 确保选手们有足够的休息 气温接触于8到11度之间 4度55% 微风 结合了破追加的所有条件 比赛起步就以破日本纪录的速度前进 以16分32秒及32分59秒通过5级10公里 不计算配出远低级奥运前天睡男 松田约升级佐藤招也加3位日本选手 之后都以大约日本纪录的配出前进 并以69分46秒通过半码 完赛时间一击是2小时19分32秒 而也在通过半码时发生了整场比赛最大变化 秦庭虽然突然加速 不久松田约升就掉队 其他选手仍然勉强更上 20到25公里16分18秒完成 秦庭虽然在26到30公里继续加速并以16分10秒完成 在30公里时只剩下一名一手比亚选手能更上 之后一手比亚选手率先发动公司超越前天睡男 前天睡男以小时54分57秒通过35公里 虽然已经是跨于日本纪录配数不少 但其实还是有很大变数 因为不少选手都在35到40公里掉树 不过身为旁树之一的日本选手 把它送纪录保持着 野口水木村依然前天会打破纪录 加上有非洲选手不到与前天拉扯 这剩下几年都能保持3分20秒的配数 最后以两小时是8分59秒 破日本及亚洲纪录后的亚军 从先后与建都五夫妇拥抱在一起 松田瑞胜及九层找野家 分别以两小时23分07秒 及两小时24分43秒日本第二集地杀完成 前天睡男在此战前在日本国内就已经是蛮有名气的选手 曾经拿过2019年MGC选拔赛的冠军 并参加了2021年的东京奥运 而且他还是一名非常特别的选手 在2022年以前只穿泊底鞋跑步 因为他不是一穿后底鞋跑 直到今年来才改穿后底鞋 不过这一转变导致他穿后底鞋的第一年就频频受伤 训练量大跟另他出现疲劳性骨折 一直卡在两者是22分的成绩 在今年终于适应了后底鞋 放在ASUS的META SPEED跑 加上没有受伤 就令到这批沉睡已久的母师觉醒了 前天睡男绝神的地方是在蠢女子的比赛中破纪录 过往中田月圣、一山马去、星谷人美等等的豪雄用尽所有方法 在男女混合比赛中请男男选手为他们配数也不能打破日本纪录 野口水木的记录都是在男女混合的柏林马送中跑出来的 但蜻蜓虽然是在蠢女子比赛中创下这项记录 亮他的记录 跟家边的神话 封印已久的他终于觉醒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记住他的名字 蜻蜓虽然 不知道大家对我今天影片什么看法 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区留言哦 最后再付上运动王者本人的FB&IG帐号 有兴趣的各位也可以追踪一下我哦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先来到这边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并且分享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